我其实特别喜欢在剧场的侧幕 看小朋友看戏的那个状态 很聚精会神的 很专注的 而眼睛还带光的在那 我知道下一个点马上他们要笑了 他就真的这个时候笑了 然后在某个点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惊讶 会发出哇哦的声音 全场一片哇哦的声音 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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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好 就是在最后的就是 不是鹅又来了吗 鹅又来的时候你叫了三声鹅对吧 我觉得就是第一声鹅 稍微有一点惊喜感 就是哎你没想到它鹅再飞过来 有点愣一下 然后啊就有种那种惊喜感 然后后面就是很开心很开心 就绽放开来了 大家好我是陈继正 我是小不点大世界的创始人 我们是一支致力于影镜发行制作 全球优质儿童剧的国际团队 我们有趣又有爱 你到国外去你就会发现说 不管你孩子有多小 你总能找到适合你们家小孩的 像我女儿一岁多的时候 她是可以非常安定的坐在那儿 40分钟50分钟一个小时的 我觉得哇我们终于找到了 她也能享受艺术的地方 我看到了好的 我希望能够跟更多的人分享 所以就做了第一部作品 当时我就跟陈向红 也是乌镇戏剧节幕后的 最重要的一个掌舵人 我就跟她说 我说我要给你们提个意见 我说乌镇戏剧节那么多好的作品 但是你们没有给小朋友看的东西 然后她就非常爽气地跟我说 要不你就带一部作品进来看看 那会儿跟她说的时候是4月份 6月份在六亿儿童节的时候 我们就带了第一部 《小不年大世界迎进中国》的 这个国外的作品 叫《小小云先生》 我们的成长真的是 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 2015年刚刚做的时候 我在这接待了无数多 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剧场的运营方 还有那些很热心的爸爸妈妈 也是从外地来的 然后他们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说我们也想把这样的剧 带到我们的城市 这就是为什么《小不年大世界》 今天会去那么多城市 就是这次疫情 对我们来说冲击是非常大的 孩子们进不了剧场了 所以在线上我们就做了很多的视频 就是在家也有戏的系列 那么特殊的一年 我们还申请到了 这个民营剧团的资质 也就是说我们正式成为一个 可以做原创 可以做制作的一个剧团的身份 我们今年最大的一个举动 就是10月份的这个艺术节 我们进行了一次全球范围内的OpenCore 通过这个奇迹把大家都团在一块抱团取暖 我们希望全球最棒的艺术家 不要放弃给孩子们做戏 即便是在最艰难的疫情期间 能够坚持为他们做戏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 不为孩子作戏的艺术家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 我其实特别喜欢在剧场的侧幕 看小朋友看戏的那个状态 很聚精会神的 很专注的 而眼睛还带光的在那 我知道下一个点马上他们要笑了 他就真的这个时候笑了 然后在某个点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惊讶 会发出哇的声音 全场一片哇的声音 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今天的这场演出呢 叫《鹅鹅鹅》 它是中外合作的一部经典剧作 最近我比较感动的是 有一个小女孩 这小女孩就真的是 从小在我们这儿长大的 每一部剧都会来看 她妈妈就发了一个短消息给我 她女儿就跟她说 我有了一个新的梦想 我的梦想呢 就是想成为像小不点妈妈这样的人 然后把小不点的精神 能够传递下去 我一下子就发现说 哇真的是我们剧场长大的孩子 会有一波这样子的孩子在那儿等着我们的 他们一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 在我80岁的时候 头发花白 气质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太太的形象 能够还在我们剧场门口 蹲下身子给孩子们检票 来来来来 请进 我希望更多的中国孩子能够看到全世界最优质的儿童鸡的作品 让他们在最棒的艺术作品当中静润着成长 希望中国的原创作品能够走到世界的舞台上 去讲好当下的故事 讲好中国的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